他左边的这种感觉 你看 他第一波就站出来了 就是这个视野 而且就是刚刚那一秒 我到达龙坑的时刻就被开 TT真的塞后要查一下 眼查一下 这眼到底谁给的 这个视野的不控 在前夕太重要了 对这个眼 确实教练在复盘的阶段的时候 肯定会想 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吧 如果那个位置过去的不是螳螂 死的人同样还是TT 对 就除了老牛 谁去都得死 对 早卢仙开始走中路风靡的时候 也是潘的路线 对 最热 基本上他是可以那种 标气拿出七个英雄的 一个选手 对 我们看一下MAP的一个highlight 就这波团战 其实唯一一波感觉 TT有机会打赢的时候 是 对Berry的一个指令冲击波 和一个潘的风尘巨人舰展 熄灭了 这把潘除了第一波 小龙稍微有点冲动之外 后面基本上完美发挥了 确实 对吧 除了第一波小龙 还是没看懂那波 那波真没 之前J-Team一直以来的一个风格 潘因为英雄池深 然后去多做一些摇摆 在你换一般的选手 他们在选这样的阵容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发挑 就是一个下路 打了一个出其不意的回马枪 这样的话 整支J-Team就会打得更加团队 更加整体一些 这把感觉真的永恩碰见维恩 没有办法操作 摸不到 这波团棋挺关键的 而且你要说这局游戏 如何去翻的这个盘啊 没有心斗的这手胃 没有办法去翻这个盘 这把感觉胃吃了太多技能 你看这波所有技能都给到位 对包括是在海力